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梯》 我是梁永诚 我是吴彩盈 上个月施政报告公布之前 二手楼市一度非常淡静 情况在最新公布的楼价指数都反映出来了 看回猜股处的私人楼价售价指数 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以单位面积分雷几乎全面向下 中小营单位的跌势比较急 早前二手交投放换 业主降低叫价吸引承接 官方楼价指数持续受压 猜股处公布 10月份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 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报394.8 按月再跌0.85% 跌幅是14个月以来最大 虽然跌势转急 不过累计今年头10个月 楼价仍然累升3.9% 分析认为指数主要反映 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的市况 当时市场正在观望施政报告 令到气氛较为淡静 有发展商也说 楼价在年升多个月之后 现在只是轻微调整 香港在升了这么久之后 其实所谓的回落都是一个很微的数字 我觉得香港来的楼价 其实都是平稳的 除了我们经济的复苏 我看其实还会稳步向上的楼价 我们其实对香港的发展是十分有信心的 尤其看到现在政府是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去发展基建 因此我们都是继续在香港投资 按单位面积分类近乎全面向下 以中小型户型跌势比较急 面积753至1075尺的单位 按月跌1.6% 是各类单位之中最大 752尺或以下的单位 楼价亦都跌0.7至0.8 大型单位的楼价较稳固 当中面积1722尺或以上的单位 更加逆市录得0.1%的升幅 不过成交只有不够20宗 意味较容易受到个别个案影响 有代理认为 如果本港和内地 如期推进通关安排 有望刺激楼价再创新高 最近无论一手或二手的楼价都暢旺 楼价也有所慢慢10级回升 所以我们估计11月份楼价 至少都会平稳 12月份随着通关 如果真的可以出来 相信楼价会进一步刺激 升幅会扩大到1% 到年底楼价就有机会突破400点 到时就会再创历史新高 陈凯潮认为 现在楼市较大的隐忧 在新发现的变种病毒 有机会再引起爆发 大家忧略变种病毒 会否比较厉害 或之后会否爆发呢 另外见到经济失业率都改善了 不过入市买家的角度 一定都要计清自己的数据 自己从事的行业工作收入稳不稳定 租金指数方面 在暑期传统租务旺季过后 走势同样转差 报182.9 在年升7个月之后 10月份按月转跌0.3% 按面积分类 以752尺或者以下的户型表现比较差 其中B类即是面积430至752尺的单位 租金按月下跌0.8% CD类中至大型单位 租金分别升0.3%和1.7% 除了政府统计的楼价指数 就连代理编制的数据最新同样都要跌 四大分区指数和不同面积的单位 楼价全面向下 代理都说走势难以预测 除了官方楼价持续下跌 代理统计的二手楼价指数 也都未能守住声势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6.9 按照转跌0.76% 其余七大指数都计去年8月之后 超过一年来首次全线下跌 代理说指数主要反映美国联储局宣布缩减买债后当周的市况 认为楼价受拖累是无可避免 他又认为现在市场同时充斥着利淡利好消息 楼价高位增持仍未完结 比较难预测日后的走势 这个是一个正常反映 利淡消息来的点楼仕指始终有少少反映 但是就说一切跌是正常 但是跌幅又不大 七州里面上下幅度是两点而已 就是很窄的 总之还是一种角力的 起码持续到明年新春到季节性王子 现在就有利淡有利好 利好就要通关 利淡又有新的变种病毒 现在天天都有新消息 所以我都说不定 岸地区分类四大分区全线向下 港岛区在上个星期急升之后 这个星期转跌2% 回吐部分升幅 其次新界西录得超过1%跌幅 新界冬年跌两个星期 岸周再跌0.6% 至于九龙有升转跌 岸周跌超过0.1% 在133个城份屋苑当中 超过一半 即是69个尺隔岸月向下 以马湾柏例湾跌势最急 岸月大跌超过1成 则如冲南风新村和红磡黄埔花园 都跌超过7% 至于64个尺隔向上的屋苑 以南区贝沙湾的升幅最大 岸月升超过1成7 东冲南天海岸和影湾园分别升1成3和1成2 岸面积分类也全面下跌 反映豪宅的大型单位指数结束三年升 中小型单位楼价再掉头向下 岸周跌0.9% 同样会员的大型屋苑指数 岸周跌近1% 最新的二手楼价指数主要反映 今个月1至7号所签订的临时买卖合约 在租务市场方面 年底前有多个项目同时交楼 租金也明显受压 在启德有业主为了尽快租出单位 愿意接受不够两厘的回报 多个新盘在年底前交楼 个别业主为了率先租出单位而锁定回报 愿意接受较低的租金 启德河以西的上进行 发展商在今个月中已经陆续发信准备交楼 一座一个中层G室 实用852尺 开租三房一套年工作间 望内员和启德河的方向 最新以3万7800元租出 成交赤租44.4 代理表示单位还未交楼 租客在母体楼之下预租 业主在今年7月才以大约2457万买入单位 现在的回报只得一厘八 代理补充 屋苑现在有超过60个放租盘 三房租租最低28,000元 一房最低16,500元 除了与屋苑的竞争 旁边的家风汇也将会交楼 全盘多达1,006伙 可以预期将会再有不少租盘应市 而市场上差不多的租金水平 也有市区优质屋苑的租盘选择 西环大型屋苑保翠苑 8座一个极高层B室 实用772呎 拥有全维港海景 在港价后以4万元租出 实用尺租51.8 业主在去年5月楼市调整时入市 已买入价1,950万计 回报2.5厘 租金受压的情况 也蔓延到入伙一段时间的半身屋苑 南昌站会选 8座低层试室 实用417呎 开职两房望原景 原本租24,000元放盘 不过减租3,000元 相当于1成2才有承接 成交赤租50.4 代理话略低于市价 单位业主同样在今年买楼收租 5月入市价近1,070万 现在的回报2.36厘 有学者相信 本港和内地下个月小规模通关 会刺激租金反弹 短期内需求多了 一定是盘有需要 放租的业主一定会更加积极 加上季节性 圣诞家 其他这些都是旺季的 新年前的一些旺季 两样因素加在一起 租金市场可能真的会见到 会有10-15% 还有成交量也会大量增加 先休息一会 回到游营舍潮流 去到何文田 看一个複式年天台的单位 业主花了大约500万装修 设计是怎样呢 回到节目时间 在何文田京市泊道 顶层複式户的放盘 向来都很少有的 接着我们参观的单位 花了大约500万装修 设计有什么特色呢 经市泊道1号的大庭园 围处于京市泊的头段 有六座 总共只有12个複式单位 我们现在在其中一座的 顶层複式单位里面 两层连天台 是比较罕有的放盘 因为每一座的顶层 都只有两个複式单位 而暂时在帝庭园来说 是没有人放卖的 入屋先经过玄关 碧灯设计富有特色 单位实用面积大约 一千八百一十尺 长形大厅 间隔分明 扶切三组大窗 室内非常光芒 业主在年纪前 用了大约五百万装修全屋 用了一个现代简约风 去装修 本身业主也是一个 年纪业专业 注重一些比较休闲的感觉 但也有大一些现代感 所有的傢俬、电器 都是由外国入口的 业主在内置楼梯和学厅之间 放了层架储物柜 除了用来分区 还可以展示真藏品 单靠一个櫃不够放 学厅有个到顶电视柜 储物量高 大厅超过七百尺 放了大型傢俬之后 仍然富有空间感 饭厅设计了一幅 浅蓝色特色墙 傭食化线和水晶灯互相呼应 感觉优雅 饭厅还放了六人圆形餐桌 在旁边是开放式厨房 让在厨房煮食的业主更方便 与饭厅的客人交流 有空时都可以在吧桌喝一杯 由于只是装修了一年多一点 所以无论家电或厨具的 整体保养良好 储物空间亦充裕 同层的盒子有基本结具 在堂门后面还有洗衣、干衣机 沿着内置楼梯来到上层 业主将原积三房双套 变成两间套房 扩大之后的主人房超过三百尺 设备充裕 高薪大柜可以收纳大量衣物 还有步跑步机 另一边扣墙有书桌 寻区放了商人大床 床尾挂了电视 房间座向和大厅一样 外望开扬成市境 陶瓷以米饰做主吊 内拢大、有棋缸 特别之处是业主在陶瓷里 增设了桑拿房 做事做到累了都可以在这里放松一下 另一间套房大约一百三十尺 放了按摩椅、睡床 还有大衣柜等等 陶瓷扶切浴缸 两间房外面的小走廊放了一部电子琴 墙身挂了珍贵的艺术品 单位附设大约五百尺的天台 邀请朋友来聚会也没问题 除了飽浪开扬的九龙景 还可以远望港岛一带的城市景 业主在2019年 是用买卖公司股份形式去扣入 业主也在这里住了大概两年之间 现在希望也想转换环境 现在业主是用六千万价钱放进去 可以连着全屋的傢俱 连着电器 代理说京士泊一带是传统豪宅地段 主打低密度发展 好像放盘这类顶层複式户的供应相对少 无论私隐度 屋远管理、二致景观 都令到业主相对释受 在大庭园十二伙顶层複式户当中 不少业主已经释货十几二十年 在京士泊山 其实会有洋房或宅宅 但以顶层複式的单位 是比较罕有和比较少数 都是自住为主 所以很少有人放卖 围柱地势比较高 亦都在顶层的单位 比起洋房或其他楼层的单位 望角景观会更加多 这些顶层複式 又可以很快去到市中心的位置 但亦都有这些优甜的空间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屋远扶车会所 有泳池、健身室等设施 以放盘为例 每个月连车委管理费 七千四百多元 屋远位置市中心 交通发展成熟 民生配套也充裕 如果要去附近的食肆 或者去购物 或者去超级市场 其实我们可以搭屋远扶车 下油麻地 或者可以坐门口的小巴 下佐敦尖沙咀 再不然可以駕鞋五分钟的路程 都可以去旺角市中心 今集先看到这里 西半山、吴小大厦 楼宁达到三、四十年 但胜在单位间隔实用 而且校网和地段优越 仍然吸引一班捧场客 参观的三房单位 实用一千六百五十尺 除了厅房开即是正 单位还有什么特色呢 请留意下星期迎舍潮流 不少人都喜欢海洋生物 有业主甚至将单位设计成水族馆 设计师如何营造海洋世界的气氛 一起看看 位于马鞍山的这个两房单位 实用四百三十多尺 有长营大厅 并且外连露台 另一边有开放式厨房 两间房由短走廊连接 分别大约八十和四十尺 至于洗手间就不算大 附设简单的结具设备 单位住了一家三口 还有一班海洋小生物 客人坐下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就说他会养一缸水母 顺利成章 我们就决定帮他做一个 海洋世界的主题设计 整个单位都是以白色和蓝色为主 比较清新 光芒 设计师在饭厅设计了一组鱼缸连储物柜 方便屋主照顾欣赏水母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在饭厅的位置 其实坐在梳化也好 在吃饭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个鱼缸 那样水母的这个鱼缸 其实屋主都有些要求 会做一些水冷器的装置 去调控水的温度 一些灯光的开关时间 都要设置一些时间仔 变色的一些LED灯光之后 其实水母的形态千变万化 其实真的太极都不会厌 在鱼缸旁边铺了水草装饰 再挂一幅珊瑚鱼图案的画作 将海底世界融入家居 屋主也提过 有一次他去到外国旅行 他去了一些主题的餐厅 在一个海底世界里进餐 他很想找回这种感觉 所以在饭厅厅 我们就尽量堆砌多一些 在海洋世界里的一些挂饰 甚至一些画 一个鱼缸 一些起分的灯 要突出海洋主题 傢俬的配合都很重要 富有透视感的 亚加力胶板餐椅 和水母的形态互相配合 至于客厅梳化背 和电视柜两边长身 除了游上蓝色的游漆 还利用不瘦钢物料 设计出拱形的图案 并且挂上饰物 营造海底世界的气氛 例如电视机的长身 我们挂了一些不瘦钢鱼的装饰 梳化背部有圆形的挂饰 其实我们是想表达一些抽象的 涟漪的效果 这间房间我们用了一些木的色 和湖水绿色和白色 做了一个主题设计 在床旁边 我们做了一幅浸光的主题墙 近天花位置做了一些波浪文 两层的木墙维生 用了两种颜色的油漆 深水和浅水的感觉 将海洋的感觉就活灵活燕了 层架给它放东西 再放置深爱的装饰品 是一个船头形状 好像一辆船在航行 船头的回形设计 一路伸延过去 其实是一组书架 除了预留在顶上浸光位置之外 这组书架几乎做到顶上 全书量也很大 其实一间这么小的房间 还做了一幅木的墙 好像很奢侈地浪费 但你可以留意 船形的层架是进了墙的 利用这幅墙的厚度 做一个储物 放在层列的 所以其实是值得做这幅墙 不过在放了睡床 衣柜和书桌之后 主人房剩下的储物位置并不多 设计师要利用到地台提升收纳量 至于小朋友房 无论是睡床的木板 湖南上的救生圈图案 都是模仿船的设计充满换味性 小朋友可能被爸爸影响 他也很喜欢海洋的生物 我们也和他找了一些海洋世界里面的动物画 挂在这幅房里面 点凶,增加一些趣味性 小朋友房只有四十多尺 设计师利用高位增加房间的可用性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上层的空间 小朋友就躺在上面 下层的空间其实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护主希望小朋友的成长过程比较开心 小朋友房里面 我们就没有预留到一些书桌的位置 整个小朋友房都是他的欢乐天地 木台的两边墙身 我们也做了一些白瓷板 这些瓷板是给小朋友图压的 我们就和他找了一幅小型的帐篷 让小朋友躲在里面玩 今集才看到这里 企岗去水于塞是家居常见的问题 住客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呢 有盐楼师说 不想受到于塞问题困扰 除了注重平日保养 棋缸设计 去水位置 以至喉管的长短、斜度 都会影响去水功效 他有什么建议呢 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自负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